垃圾车行驶在路上到了路口 达方向灯 准备右转 没有想到一辆同向的机车 急使而赖 看到垃圾车要转弯 几乎来不及反应 直接撞上 原车弹飞 经济声音后伤重不至 但类似的车祸不止一气 中央市路段发生在新北市中和 连城路469巷和合城路一段 是连接国道3号的重要路段 当时机车骑士准备上班 没有想到撞上垃圾车后丧命 警方与交通局员员重回现场勘验 发现这段路因为是局限 连禁又有大车进出 少有不注意容易有车祸 合城路一段相当的笔直 虽然警报设置提醒的号制牌 提醒用路人速度不要太快 但还是有发生不少的车祸 因此将会来设置测速器 合城路一段沿着沟针分成两侧 都是单线单向车道 照射这一侧直线长约一公里 经常有行军车辆车速比较快的情况 因此不排除要加装测速器 或安排远景不定时机动测速取离 根据统计光是合城路一段的车祸 每年都近百件 108年A2加A3共有99起 109年85件 今年上半年度也有59件 目前已经装设提醒号制 请用路人行进时 真的要小心再小心 别因一时疏忽 发生事故 TVB新闻王宣言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